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本书是 跟着玩具船去航行 因为这个行动限制令大家都不能够出去 那我们唯有一边读书 一边让我们进入书里头一起去旅行吧 这个好像是做玩具船的工具哦 玩具船去航行 是美国的作者兰德尔德塞福 然后呢 绘图的朋友是罗伦隆 然后翻译的朋友是任容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只玩具船 好 别致哦 好 继续往下看 有一个小男孩用一个罐头瓶 一个软木塞 一只黄铅笔和一些白布 做了一只玩具船 小男孩太爱这艘船了 他们一刻也不愿分开 他们在浴缸里一起玩耍 他们在床上一起睡觉 每一天他们一起到湖边玩整个下午 小船就会在水上飘啊飘 小男孩呢 就用一根绳子牵着船 从来不放手 船觉得这样挺好的 不过有时候 他看着大船在湖上 来来去去 他不见得想 如果像那样自由自在的 来来去去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哇 这一天起了大风浪 诶 一个不小心啊 就把他给卷走了 小男孩在岸边喊 我的船 我的船 可是他已经飘走了 哇 遇到了狂风暴雨 这个时候这只小船 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会不会沉船了呢 哦 他遇到了这个是 博轮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博船 哦 然后呢 那个看到吗 那个圆圆的轮胎 感觉上像眼睛 可是这个博轮啊 他 哈哈 他没那么好气 他就叫他走开 OK 小船在这儿 好 接着呢 小船呢 他又看到了这个是渡轮 渡轮呢 也是毫不客气的 就跟他说走开 所以呢 他又只好 又跟着走了 走了之后呢 就遇到了快艇 快艇呢 也是很不客气的 叫他走开 走开 接着他会遇到什么船呢 看看我们的小船在这里哦 他遇到了一堆的帆船 帆船呢 帆船呢 看起来呢 比较优雅哦 比较悠闲的 应该不会叫他走开了吧 哎 哪知道呢 这个帆船呢 也是一样哦 请他走开 走开 这时候 嗯 他一样的在船上 在这个海上呢 浮沉 那么 就有一点想念他的小男孩了 那下一夜 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哇哦 他在那里浮浮沉沉 好想念他的小男孩 好想念他的主人哦 他遇到了一只 一艘这个小渔船 小渔船呢 围着他打转 转着转着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就突然间顺风而下 慢慢的 他就顺着风 然后呢 就很快的航行 他甚至不知道 小渔船已经离他远去 一直到小男孩说 我的船 我的船 原来他回到了小主人的身边 看到吗 看到吗 看到 OK 然后呢 他又跟这个小主人在一起了 哦 形影不离了 那一天晚上 他们一起在浴缸里玩耍 他们在床上一起睡觉 第二天他们一起去湖边 小男孩用绳子 牵着小玩具船 哎 然后就放开他 小玩具船总是会飘回来的 因为他知道自己想要到什么地方去 那在老红呢 录制这个故事的时候就知道呢 我们的这个行动力延长了 那我们这个行动的限制令延长之后呢 我们也不方便到处去旅行 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书吧 我们在书中自然就可以环游世界咯 好 就像这一艘玩具船一样 在海上很紧 OK 明天我们再说故事 在你专辈的时候 好 我现在伦头 我们继续 各位